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我們今天的節目將分成三個部分 一是威斯康辛州傳來爆炸性消息 州選舉委員會主席公開要求取消2020年的選舉認證 二是醫療委員會結束了夏季聽證會 凡想挽回敗局的最後一場聽證會卻已鬧劇結束 不僅川普從超人變回了凡人 而且委員會內部還出現了分裂 至少有三個民主黨人不幹了 三是班農被判藐視國會罪成立 他放出狠話 如果判我進監獄 我就進監獄 但絕不會退縮一秒鐘 這場鬥爭點了醫療委員會的死穴 我們先說威斯康辛州的爆炸新聞 7月22日星期五 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 競選與選舉委員會主席 詹尼爾·布蘭特詹宣布 要求取消2020年11月的總統選舉認證 這意味著威斯康辛州的10張選舉人票 將交給真正的贏家 去年7月 布蘭特詹曾經參觀過大峽谷的地面行動 他在今年早些時候得到了川普總統的背書 星期五 他表示將加洛州眾議員 也是共和黨州長候選人 蒂姆·拉姆圖恩的陣營 推動推翻2020的結果 他在星期五的一番聲明中說 公平和誠信的選舉是我們民主的基石 我們知道 2020年的總統選舉 既不公平也不透明 一小撮流氓書記員連同威斯康辛州選舉委員會 決定用私人資金、投地箱、非法使用無限制的條款 和取消特別投票代表來破壞我們的選舉過程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2020年的結果 暴政就在威斯康辛州的門口 聲明還說 幾個月來 我們一直被告知取消認證是不可能的 這意味著 在威斯康辛州的選舉中 作弊沒有任何負面影響 我們還需要忍受這種選舉不公多少次 聲明呼籲 因為看不到其他為威斯康辛州選民 伸張正義的方法 布蘭特任將與眾議員拉姆圖恩一起 呼籲取消2020的選舉認證 事實上 今年3月24日 真實投票組織的兩名成員 在威斯康辛州議會作證 介紹了他們對該州投票箱販賣情況做了調查 這個組織說 7%的票可能是假的 相當於超過13.7萬張 而拜登僅以2.1萬張的微弱優勢贏得該州 7月8日 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以4比3作出裁決 根據該州的選舉法 缺席投票投地箱是非法的 這意味著大量的選票可能無效 從此開啟了取消認證的序幕 川普總統曾經呼籲威斯康辛州議會議長羅賓·沃斯 應該採取行動 不過 沃斯拒絕了川普總統的呼籲 也無視州眾議員 拉姆圖安等共和黨人的要求 認為憲法不可能取消認證 遲遲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布蘭特詹是議長沃斯任命的選舉委員會主席 他的公開聲明 不許導致他丟掉這個職位 但其重大意義在於 在威斯康辛州打響了取消認證的第一槍 就如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聲槍響 勢必會有更多議員響應 推動事情的發展 同時 威斯康辛州也為其他搖擺州做出了示範 現在 亞里桑那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麥嘎人士 也正在努力奪回週一級的控制權 重新認證2020的結果 下面 我們來說說意料委員會的最後一場聽證會的情況 並對這個夏季聽證會做個總結 跟他說白白 觀眾朋友可能很少有人會看這個無料的聽證會 所以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聽證會 在過去一個月以來發生的微妙變化 6月9日 在第一場聽證會剛剛開始的時候 醫療委員會成員就承諾 經過長久的努力尋找 他們已經掌握了確鑿證據 能夠證明唐納德·川普計劃 組織並執行了當天的騷亂 目的是推翻政府 當時 委員會成員亞當西夫說 他認為現在有可信的證據來支持各種形式指控 另一個成員迪米拉斯金說 委員會將證明 川普在2021年1月6日 組織了一場政變 一眾左媒也跟著宣布 這起刑事案件已經得到了確鑿的證明 國會三報甚至引用了尼克松的前律師約翰·迪恩的話說 刑事指控可能即將提出 川普有麻煩了 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勞倫斯·特萊布說得更絕 問題只會是首先指控什麼 因為川普的重罪是毫無疑問的 罪行是顯而易見的 其中包括一起 據稱是謀殺前副總統彭斯的未遂案件 不過 在舉辦了七場公開電視聽證會後 醫療委員會的態度和當初相比已經天壤之別 對川普定罪不再抱希望 該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伊萊恩·魯利亞也不再提川普政變 而是認為最多只是失職 她告訴CNN 我認為這是一種失職行為 川普他沒有行動 星期四 左媒《國會山報》也刊登了一篇文章 對前七場聽證會做了總結 說在七次聽證會之後 我們甚至不清楚討論的是什麼罪行 北塔克塔州民主黨人、前參議員海蒂·海特·坎普也說 我自己曾經是檢察官 從聽證會上所聽到的一切 我認為這將是一項非常困難的指控 於是 七月二十一號的第八場聽證會 就成了一六委員會的最後救命稻草 信誓旦旦要發出大招 然而又成了一個笑話 這場聽證會聚焦於川普在一月六號那天 喊出讓大家回家之前的一百八十七分鐘之內 什麼都沒做而大做文章 委員會播放了白宮助手、川普家人、白宮律師的證詞片段或短信 試圖描繪川普的支持者進入國會大廈期間 川普沒有採取任何干預措施 委員會還播放了一些國會山的視頻片段 顯示史萊夫總統彭斯的安保人員對事態的發展感到害怕 這些視頻自然度夠不成形式指控 醫療委員會的目的只不過像娛樂片一樣減染氣氛 好像川普搞得國會議員人人都擔驚受怕似的 可是在聽證會上 他們將川普在一百八十七分鐘之間 呼喻和平的聲音給刻意忽略了 更搞笑的是 委員會又玩了一把聽說遊戲 不過 與上次不同的是 他們這回將川普從超人變回了凡人 6月28日 白宮前職員哈欽森第一次作證時 將川普描繪成超人 說川普搶奪野獸總統作義的方向盤 並與強壯的特工在車內搏鬥而成了轟動新聞 在第八場聽證會上 醫療委員會又找來了兩名證人 不再說川普的超人行為 而只是說川普在車內心煩意亂 委員會成員魯利亞說 第一位證人是負有國家安全責任的前白宮僱員 他與白宮辦公廳副主任安東尼·奧納托 和川普的特警局局長羅伯特·安格爾通過話 於是 這名證人的話被當作了證詞 魯利亞說 這名白宮僱員聽奧納托說 當特警局拒絕開車送川普去國會大廈時 總統很生氣 另一名證人是華盛頓特局警察局的馬克·羅賓遜警官 他作證說 車裡的一名特警局特工曾告訴他 川普和他就去國會大廈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大家注意了 這些證人全都是聽說的 那麼 一六委員會為什麼喜歡用傳聞來作證 而不找當事人 比如特警局局長安格爾 或者白宮辦公廳副主任來現場聽證呢? 答案很簡單 他們的證詞恐怕不是一六委員會想要的 我們在第707節目《特警局戲弄介料》中說過 特警局打心眼裡就瞧不起一六委員會 他們認認真真 坦坦蕩蕩地算了委員會一把 讓委員會啞巴吃黃蓮 有苦說不出 隨著第八場聽證會的謝幕 一場耗資近1000萬美元的電視聽證會就這樣結束了 根據最新的國會支出報告 截止今年4月底 該委員會已經支出了250萬美元 並將在12月底前支出930萬美元 其中大部分是人事支出和支付給外部承包商的費用 這比2014年 國會調查希拉里、班加西事件的花費還多 那時才780萬美元 一六委員會反想通過電視聽證會搞出轟動效應 然而結果卻是 不請左媒的收視率 不斷下降 而且還將他們自己套了進去 據華盛頓觀察家報道 至少有三名民主黨成員 不主張委員會繼續這種聽證會 其成員魯利亞說 川普頂多就是失職 沒必要再搞下去了 也許他們擔心 再繼續演下去 可能將影響自己的政治生涯得不償失 不過 利茲切尼似乎還不死心 他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宣布 將在9月開始第二輪電視聽證會 我們分析 他這樣做應該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是 小切尼已經破冠破摔 在一六委員會的9名成員中 他是僅有的兩名共和黨人之一 也是唯一尋求連任的聯邦眾議員 據路透社7月21日報導 懷俄民眾的最新一項民調顯示 川普支持的哈格曼獲得了52%的支持率 而小切尼只有30% 在8月16日的初選中 在深紅的懷俄民眾共和黨初選中 切尼的失敗已成定局 小切尼敢於這麼做 用他競選團隊中的州眾議員蘭敦·布朗的話說 切尼不惜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險 二是 小切尼試圖影響11月的中期選舉 9月份重新開啟聽證會 正好是中期選舉的關鍵時刻 已經被共和黨開除出去的小切尼 顯然想在最後幫民主黨一把 報復川普總統 不過問題是 他還會找出什麼新證據 可以舉行新的聽證會 又如何影響中期選舉 隨著中期選舉的臨近 面對高通脹 社會動盪等重大民生問題 更多的選民將會重新思考 他們還會關注這個毫無意義的聽證會嗎 最後 我們再說一下史蒂夫·班農被定罪的消息 星期五下午 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聯邦派審團 經過不到三個小時的審議 判定班農兩項藐視國會罪成立 理由是他拒絕了醫療委員會的傳票 班農是川普前白宮首席戰略師 在收到醫療委員會的傳票後 認為自己享有川普總統的行政豁免權 而拒絕出席聽證 去年11月被大牌審團起訴 班農說 根據美國司法部長期以來的權威 你不應該出庭作證或提供文件 現在 班農面臨至少60天和最長兩年的監禁 並處以最高2000美元的罰款 他的判決將在10月21日宣布 被定罪後 班農在星期五的福克斯新聞 《塔克·卡爾森》的節目中說 我們沒能進行辯護 我們有開庭辯論和結案辯論 如果判我進監獄 我就進監獄 但我絕不會退縮一秒鐘 就像我做了8年的海軍軍官 我把我的生命投入進去來完成這項任務 他還批評了當今美國的兩級司法制度 民主黨人可以試圖暗殺國會議員並逍遙法外 但川普的支持者卻因捏造的指控而被關進監獄 並陷路破產 在法庭外 班農也告訴媒體 我與川普和憲法站在一起 我永遠不會後退 他還譴責醫療委員會說 那個審判委員會的懦弱成員 他們沒有勇氣來這裡作證 班農的律師大衛舍安對上訴程序取得成功 表示有信心 他說 上訴程序是防彈的 在這個案件中 政府的過度干預 在各個層面都是異乎尋常的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司法部 在這個案件中走得太遠 這是可恥的 班農的另一名律師艾文·克克倫 譴責醫療委員會急於作出判斷 目的是拿使地豐班農殺一儆百 班農的上訴程序可能會延續到2023年 隨著共和黨奪回國會 到時候 作為受迫害的當事人 班農將成為控告醫療委員會的直接證人 點了他們的死穴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